上一期跟大家聊聊恐龙快打的剧情 也是引起了一大波回忆沙 那些经典的街机游戏 完全没有因为时间久远而被大家所遗忘 但是街机那个年代也是一种特别的游戏形式 你有没有被街机厅里浓浓的烟味呛到咳嗽不止呢 有没有被当年的社会人截过游戏壁呢 如今想起来还是在家玩红白机的日子最为惬意啊 好的 那么今天介绍的主角是来自于哈德森 于1983年制作发行的游戏炸弹人 这款游戏肯定是耳熟能详了 游戏别具一格的玩法已经自成体系 更让我们惊讶的是 这款游戏1983年发行的系列第一作 有着非常高的完成度 集聚有代表性的道具 甚至让后续的各种模仿者 直接引用到了自己的作品当中 众多隐藏的彩蛋也是在N年之后被大家研究出了打法 我们总是疑问 为什么觉得之前的像素级游戏好玩呢 其实在那个开创的年代当中 这十几K容量的卡带 确实承载着制作人更多的心血与智慧 好的 说回正题 这款经典的作品到底讲述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 其实炸弹人原本是地理世界的采矿机器人之一 但是他有着坚定的信念 他坚信只要到达地面就能变成人类 于是在我们的游戏当中一路披荆斩棘 每一关都要找到前面前进的大门 在经历了9981难之后 哦不对 是50关的历练之后 他终于到达了地面 然后他的梦想成真了 他终于变成了人类 这一刻他是欣喜万分的 那么变成人类就真的好吗 其实不然 在变成人类的一段时间之后 他终于尝到了人类才有的艰辛与痛苦 不得不为了生计各处奔波 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以人类的身份再一次回到地下 把地下的金币偷出来 于是我们在淘金者中看到了主角的身影 而这所谓的警察就是我们昔日的战友 可惜他们已经不再认识已经变成人类的我们 我们又不想再去伤害他们 所以我们只能躲避他们的攻击 在淘得金子之后 不断向上想要再一次回到地面 又是五十关的浩劫 最终我们能否重新回到地面呢 答案是否定的 由于地底世界已被设下了结界 我们排到最顶端 也只能再次回到初始的地方 周而复始 无限循环 真的是印证了那句古话 盗墓虚己慎啊 好吧 原谅我这一段小小的编造 游戏当中其实没有通关说明 而确实有着循环的设定 至于偷金者最终能否回到地面 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好了本期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吧 你对于这两款经典的游戏 有着怎么样的趣事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哟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勾火营地 对本视频的大力支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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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